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11月2号星期四 跟小伙伴聊到一点 就是说 他说明年 我说明年其实川普 现在很多人认为明年川普有机会 甚至有些人认为 就是说明年川普打败拜登的可能性 比拜登连任要大 我要说的两边都有机会 但是从我来讲 我个人认为拜登连任的概率 比川普上来的概率要大 因为纵观整个美国的历史 总统连任的可能性 都是比不连任要大的 所以我觉得拜登还有机会 而且还有关键谈到一点 就是说美国的这些石油公司 有人说美国的石油公司 都是支持川普的 他们会支持川普 石油工人也支持川普 石油公司也支持什么 不对的 我告诉你 现在来讲 美国的石油公司 其实是更支持拜登的 石油公司我们不管 石油公司他们的想法 但是石油公司都是支持拜登的 他们会有各种捐款 他们最后捐款 你会发现 他们大量的捐款都给拜登 你会发现现在来讲 就是说目前来讲 就开始明天大型的捐款 就出来了 从各个报告和层级上计算 拜登拿到的政治捐款 都比川普多得多 你知道为什么吗 这些大公司全部都支持拜登 军工复合体 我们就不说了 军工复合体 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 就是川普上来 川普说他一天 把这场战争结束 我觉得川普上来 很可能就是一天吹牛逼 但是一个礼拜 或者一个星期 他把战争结束了 战争一结束之后 军工复合体 现在都在扩建 都在投资 那些投资都打水漂了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美国的军工企业 是肯定支持拜登 绝对不会支持川普的 川普上来之后就不打仗了 不打仗 他武器卖给谁钱 喝西北风 对不对 所以军工复合体 你知道美国的军工复合体 他不是直接拿钱的 他通过很多间接的渠道 是能把钱 转成一个政治现金进来的 知道吧 所以你看着 好像是政治现金 你说这政治现金 并不是从军工 不是军工企业直接捐的 他有办法 他通过跟别人做生意 他有的是钱 他有的是方法 他从中操作很多东西 你懂吗 这些钱都会进来的 然后石油公司 石油公司也是 他表面可能直接 不往民党那进 但是间接的 会有大量的钱 转进民党 为什么 有些人不能理解 就是说你说 军工复合体都支持拜登 这个没什么好专门 拜登上来之后 遍地奉烟 那大炮一响 黄金万两 打仗那都是钱 对不对 这个军工复合体 大家都能理解 但是石油公司 不理解 叫为什么 首先第一点 由一百张上来之后 玩面打仗 再加上各种稿 石油在涨价 石油公司 挣的是盆满钵满 川普在的时候 石油公司 虽然说看似 好像能开采 但是石油公司 挣不着钱 知道为什么吗 川普在的时候 石油跌的太厉害了 你还记得 川普在的时候 中国有一个什么 中国银行 有一个什么原油的 一个期货 最后到了什么程度之后 跌到了之后 我所有钱赔光了 我还得倒过来赔的钱 别跌到这种程度 还记得吗 所以 你石油价格太低了之后 你再怎么开采 我也是赔钱的 你明白吗 拜登在的时候 好像看似不让我开采 但是石油价格高 我比川普那时期 挣三倍的钱 挣四倍的钱 你能明白吗 就这个来讲 就爱死拜登了 石油价格再提高 他挣的就多 你明白吗 这是其一 其二 拜登现在由于说 他说石油太缺乏 然后为了美国的国家安全 他现在在发开采证 他偷偷的发 不跟你说的 你上网你去查 你能查出来 你不要查中文的 中文能不能查 你查英文的 你能查出来 拜登其实偷偷在往外 发石油开采证的 他上阵的时候 他进行的时候 他承诺绝对不发任何一张 现在已经发出来了 偷偷在发 有一些环保团体在骂他 但是你会发现 美国的这些主流媒体 视而不见 你知道这事吗 你都不知道 媒体不出 你都不知道这些事的 他实际上在发石油开采证 这个先放一边 石油开采证 当然他发的还是少的 跟川普比那少太多了 对不对 不是靠这 但是他也在发 但是关键是什么 知道吗 比如说我30块钱一桶 我卖100桶 和100块钱卖50桶 哪个挣钱 明白了吧 好 所以开采证 咱在放一边 他其中在发 开采证 但发的很少 这就在放一边 另外一个 你知道为什么石油公司特别爱拜登吗 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 好像是什么 七千万桶 还是七一桶 是什么的 我忘了 反正就是说 就七开头的 7X好不好 7X桶 对不对 7X桶 拜登现在扔了多少 拜登现在扔了差不多 有4X 就知道吧 就55% 60%多东西 他现在只剩了3X桶了 知道吗 只剩了30%多了 这是一个巨额数字 你要知道前面这些战略石油储备 是美国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 才一点点积累起来 但是它是有法律法规的 法律法规要求 美国战略石油储备 必须要保证在一个量 才相当于是国家安全 那么在特殊时期 按照法律法规 就在特殊时期的话 总统可以下权 去释放这些东西 没有问题 但是一旦到了和平时期的话 那么要把这些东西要再吃回来 吃回来 拜登扔了这么多 扔了百分之五六十的战略石油储备 最后石油公司非常高兴 为什么 因为按照美国法律 这些东西必须得给我补回来 补回来怎么办 就去买 你市场上购买石油 对不对 那么跟谁买 那么按照美国的法律的话 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 是首先且必须 要跟美国的石油公司购买 只有当美国石油公司 无法提供 或者实在是没有的时候 才可以跟外国公司买 但是这种情况基本上不存在 这说明什么 说明拜登扔了这么大量的 战略石油储备 扔了这么多 这些最后都要跟美国的石油公司买 所以美国的石油公司 心里都要开花了 你知道吗 太高兴了 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单 而且这个单是由美国法律规定 只能我们吃 这个大蛋糕是法律规定的 是法律给我的一个大蛋糕 懂吗 所以你没法明白的 这叫老牌政客 明白吗 就是说我是民主 我是民主党的 我是民主党的政府 知道吗 我是应该是跟石油公司是不用戴天的 我按理说 我应该支持的是新能源 我应该支持的是旧能源 对不对 不让你们开采 减少石油的使用 要用新能源 新的电力 对不对 按理说这些石油公司都应该恨死我了 对不对 但是没关系 爷们在华盛顿混了三四十年了 我不会玩这个 对不对 我最后肯定让你们爱死我 这现在就是了 你知道吗 所以他玩了这一套 最后美国的石油公司 恨不得抱着拜登脑袋亲两口 你知道吗 这是送来了多少钱 你知道这是送来了多少钱 你知道吗 而且这个钱 法律规定 只能他们扔 别人都不能跟他们竞争 一定是他们的 他们吃了死死的 拿捏的那叫一个稳 知道吗 所以我告诉你 明年美国的石油公司会竭尽全力的去支持拜登 因为拜登明年会让石油继续涨 中东搞乱了 从拜登一上来我就跟你说 我说你看着 拜登一上来我就录视频了 还记不记得 我后来我找找是哪一期 我告诉你是哪一期 我说拜登一定得把中东的火药桶点着了 我一会我去搜一下 还记得吗 拜登一上来我就说 结果就点着了 点着了之后 石油就涨价 石油公司挣钱 军火商也挣钱 他们就叫华人内的旋转门 他们卸任的时候 就去石油公司或者军火公司 或者他们关联的企业去上班去捞钱 等他们上让就帮他们挣钱 明白吗 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放心 明年大选的时候 这些人会拿钱出来 他们不会直接给 他们会间接的 比如说我拿点钱 我去跟谁买广告 对了我跟你说好了 比如说你这个就是 比如找我 华人邮报 对吧 华人邮报 跟华人邮报说 我来你这买广告 华人邮报说 行 我这一百万广告 比如一百万 他这样我给你五百万 华人邮报说 你还多给我四百万 他说你这样 你应该是一百万 对吧 我给你五百万 你收了一百五十万 你多收五十万 算是手续费 剩下三百五十万的 你把它捐给 比如说民修党 这个钱是谁捐的 是华人邮邮报捐的 你懂吗 或者我要买一个东西 比如我跟卡车公司 我去签约 我跟卡车公司 帮我运食油运货 对不对 然后这里边 我多给你一些钱 然后这些钱 你帮我捐给民修党 他就都通过这种方式 把钱的最后还是捐进去 然后你一看 这些钱都是从什么 媒体捐来的 或者卡车公司捐来的 或者汽车公司捐来的 你知道吗 这些钱都不是什么石油 你说没有 你偏说什么石油公司 军工复合体 都给他们捐钱了 没有 没有 兄弟 没有 你太幼稚了 没有 知道吗 其实都是这么个情况 明白吗 这钱都洗过的 明白吗 所以基于此 我也不是说 川普一点机会都没有 川普还是有机会的 但是肯定 拜登比川普的机会要大 好不好 我觉得拜登的51% 川普49% 好不好 还是比较接近的 比较接近 但是我依然认为 拜登的机会大 然后我主要通过这些 给你讲明白了 就是说民主党是怎么 能够让那些 本来就应该恨他们的企业 还是爱他们 而且你会发现 这一次的三个汽车巨头 他们工人罢工 你会发现 工会跟拜登更高兴了吧 工会简直快爱死拜登了 对不对 几十年来 没有 不是几十年 几百年了 在美国 三百年历史了 是不是 三百年历史上 没有任何一个总统 参加过工人的罢工 拜登是唯一一个 当下为之一 我不知道 反正前是五谷人 也许后来者 但是反正就目前来讲 拜登是唯一一个 参加了工人罢工的 坚决支持工人的 那你想工会怎么办 投桃报李 2020年的时候 川普下去 那工人是不满意的 大量的工人 要组织罢工的 被工会强行镇压 工会领导层 全部都是民主党这边的 强行镇压 不允许 谁敢罢工 弄死谁 对不对 最后的罢工搞不起来 因为工会不参与 工会不但不参与 工会还反对 工会在背后使办 工会在想办法 帮民主党把这个压下去了 那么现在来讲 当然就投桃报李 大家互相帮助 那现在拜登 对工会的帮助如此之巨大 那么到了民间选举的时候 工会那怎么办 那拜登说 那我该干了 我干完了 那小女士到你了 那你应该怎么办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你就明白 工会 所有的美国工会 全都是支持拜登的 所有的石油公司 所有的军工复合体 都是支持的 你这么看起来之后 你觉得川普有机会吗 而且现在右翼 极右翼这么多 好多中国选民都跟我说 很多中国人 就是说在这能投票的 他们华裔美国人 都跟我都是这个观点 都说明年可能会投民主党的 觉得右翼 就把他们关机中营 给压们弄死 你知道吗 那不让他们买房子 不让他们这 不让他们那 说不敢投共和党 怕出事 所以你这样看起来之后 你真的觉得 就是川普机会比拜登大吗 不见得吧 我觉得不见得吧 你再想一想吧 好不好 那这期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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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